凭借着《爱情公寓》里的胡逸飞出道后,楼一笑这几年基本上没什么代表作,反而时不时地靠着绯闻上热搜。 近日楼一笑被拍到《与一神秘男子同返家》中,四日清晨,演员陈若轩突然出现在小区外,而他所穿的破洞牛仔裤,以前一日,和楼一笑一同返家的男子穿的似是同一条,两人一丝已经同居,有媒体就此求证双方工作人员,但双方均未做出回应。 据悉,陈若轩比楼一笑小六岁,曾出演《心理罪》、《九州飘秒路》等电视剧,最近楼一笑的男友患得十分频繁,早三六月,楼一笑就被媒体拍到《与神秘男子开房》彻翼未出,当时楼一笑回应称,只是工作伙伴和朋友,九月又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楼一笑和两名男子深夜聚餐的视频,唱歌结束后,楼一笑和其中一个白衣男子共同回家一夜未出,现在又爆出和陈若轩的恋情,楼一笑这是要成为第二个萧亚轩的节奏。